临近小镇,镇武山兵家修士,松开马苦玄的肩头,马苦玄有些头晕目眩,晃了晃脑袋,问道,知道是谁出问题吗? 难不成是我爹或者大伯,家里的宝贝给外边的人看上眼,一个不愿意给,一个强行索要,结果就跟刘宪阳差不多惹出大麻烦来了? 附近男人带着马苦玄快步前行,摇头道,正阳山班山园之所以悍然出手,不惜破坏规矩,那不见经本身珍贵是一部分原因,但最重要的原因仍是正阳山和风雷园的陈年旧院,如果不是风雷园陈松峰前后脚就来到小镇,那头班山园绝不至于出手行凶。 所以说小镇这边,修行之人即便出手,也不敢太过明目张胆,坐镇此地的齐先生终究。 男人突然停下言语,望向街道远处一座屋顶上,蹲着一头通体漆黑如墨的野猫,他看到马苦玄后立即尖叫起来,等到马苦玄发现他后,野猫就开始撒腿奔跑,跑向杏花巷那边。 马苦玄刹那间脸色苍白,疯了一般跟着屋顶上的野猫一起狂奔。 男人想通其中关节,叹息一声,不急不缓跟在少年身后,始终没有被马苦玄拉开距离。 马苦玄一路跑回那条熟悉至极的巷路,当他看到院门大开的时候,可谓胆大包天的少年竟然在门外停步,再也不敢跨过门槛。 少年知道,自家院门一年到头,几乎就没有这么长久,开着的时候,因为奶奶常念到一个道理,杏花巷就数没出息的穷光蛋最多,偏偏人穷至短,马寿毛长,咱们家又容易让人眼红,所以家门一定要记得观炎石,否则会遭贼惦记。 马苦玄红着眼睛走入院子,正乌大门也没有关,马苦玄看到一个熟悉的瘦弱身影倒在地上,那头黑猫蹲在门槛上,一声声叫喊着,惊吓甚人。 不要过去。 傅剑男人伸手按住少年的尖头,叮嘱道,事已至此,稳住心神。 马苦玄强忍住眼泪,不断深呼吸,放缓脚步,轻轻喊道,奶奶。 兵家健修,率先一步,略至老玉身旁,双指并拢在老妇人鼻尖一探,已无气息。 那头黑猫吓得赶紧跑入屋内,一闪而逝。 傅剑男人略作思量,抬起头队站在门外的马苦玄沉声道,停泊,你天生阳气极重,再靠近一步,你奶奶哪怕还剩一些魂魄滞留屋内,也会被你害得灰飞烟灭。 少年整张有黑脸庞使劲皱着,竟然强忍住让自己一点哭声也没有发出。 男人下定决心,握住腰间那枚虎符后,沉声道, 齐先生,此事不容小觑,你有你的规矩,我也有我的苦衷,希望齐先生接下来莫要插手此事。 在说完这些之后,男人气势浑然一变,衣媚鼓荡,头发飘摇,默念了一串晦色难懂的口诀后,最后以五字收官,真武山有请。 马苦玄痴痴转头望去,只见一尊高达仗鱼的金甲神人从天而降,双拳在胸口一撞,声响如雷,道,真武后裔,有何吩咐? 此地恕法尽绝,我又不擅长拘压魂魄之事,所以请你帮忙巡视此巫四周,如果发现这位老妇的游荡魂魄,就将其收拢起来,记得切磨伤及根本。 那名金甲神人沉默片刻,仍是点头道,得令。 金光消散,不见神将。 遥雾间造雅鼠,龙尾郡臣氏子弟陈松峰,正在一间宽敞屋内埋头翻越档案,脚边搁放着一口朱旗木箱,里边堆了大半箱子的泛黄古籍。 女子陈队从木箱随手拎了本,站在不远处的临窗位置,一夜夜缓缓翻越过去。 雅鼠老管事正坐在屋内一把椅子上喝茶,风雷员建修刘霸桥,坐在对面跟老人客讨寒暄,精神绝硕的老管事笑道,也亏得事情巧了。 李家宅子那边的李红,亲自登门咱们雅鼠,开口讨要咱们小镇几只尘室的档案,而且只要最近三四百年的户籍档案,王爷点头答应了。 我便让李红让人带走了箱子上边的那七八十本集书,下边剩下的集书,年岁更大,刚好是陈公子你们想要的老黄历,话说回来。 若非每年雅鼠要求在夏秋十节各晒书一次,早就给虫子助懒吃光了。 站在窗口的陈对头也不抬,淡然问道,听说小镇如今姓陈的人都给俘虏街陶夜巷的四姓十足,当了奴仆丫鬟,有些个陈世人,甚至都当上了这些高门大户的家生子,世世代代给人磕头下跪不说,见着了小镇普通百姓还会趾高气昂。 老管事有些尴尬,这位女子口口声声四姓十足或是高门大户,可是真正传承千年的士族豪华,龙尾郡臣氏的嫡长孙,结果就坐在那边跟个吓人似的,一声不吭,埋头查阅档案。 而这位同样姓陈的女子,竟然能够如心安理得,那么她真实身份的悠久清贵,老了成精的管事,用膝盖想都知道。 虽说老管事没有养着什么姓陈的婢女杂役,可是跟那些作为小镇地头蛇的大姓人家,一向关系不差,不想在这件事情上,因为自己的应对不妥,给所有人惹恼一条来势汹汹的过江龙。 于是小心斟酌一番措辞后,老人放下手中那只冰裂纹的水润茶盏,缓缓道,陈小姐,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,依着咱们雅鼠一位老前辈早年的说法。 这座小镇最早有两只元祖不同的陈氏,其中一只很早就举足迁出小镇,没有嫡系后人留在小镇,只是依稀听说这只陈氏当初搬离小镇的时候,是专门留了守墓人的太过久远。 那个负责为那只陈氏扫墓上香的姓氏家族已经无法考据。 至于另外那只陈氏呢,很久之前也在大姓之列,名字还很靠前,只可惜事事无常,里里外外折腾了几次,就逐渐没落了。 尤其是近个几百年,就像陈小姐你所说的,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,这会儿已经没有自立门户的陈氏人了。 不对,我想起来了,还真剩下一根独苗,应该是现如今所有小镇陈氏子弟当中,唯一一个没有依附四姓十足的那孩子他爹,稍此手艺精湛,还受到过前两任督造官大人的嘉奖。 所以我这才记得清楚,只是他死得早,如今他孩子过得如何,我可就不知道了。 不过话说回来,就只说我看到的,听到的,小镇这边对陈氏后人总体上都还算不错,尤其是宋,赵两大姓,府上大管事都姓陈,名义上是主仆,其实跟一家人差不多了。 一口气说完这些陈氏骂烂骨子的旧事,老管事转身拿起茶盏喝了口茶水。 陈队笑着点头道,薛管事是明白人,难怪雅鼠上下运转自如。 老管事笑竹言开道,陈小姐谬赞了,像我们这种人,只是知道自己的那点金粮,所以唯有尽心尽力而已,劳碌命,劳碌命罢了。 陈队一笑置之,转移视线,望向正襟危坐的陈松峰,冷声道,实在不行,就把箱子翻个底朝天,从最下边那些集书看起,薛管事刚才的话,你没听到吗? 小镇千年以来,档案集书只与另外一只陈氏有关,如果我没有记错,这一只小镇陈氏,与你们龙尾郡陈氏可算同一个元祖,怎么,翻来覆去,一本本族谱从头到尾,那些个名字,不是哪个人? 奴婢就是丫鬟,好玩吗? 陈松峰额头渗出细密的汗水,嘴唇微白,竟是不敢反驳一个字,连忙从椅子上起身,去弯腰翻箱子搬书。 鸭鼠老管事,立即崩直腰杆后背,再无半点忙里偷闲的轻松意味。 刘霸乔实在看不下去,陈松峰性子软绵不假,可好歹是龙尾郡陈氏的未来家主,不管你陈队什么来历背景,是不是同宗同族,最少也应该给予必要的尊重。 所以刘霸乔沉声道,陈队,我没有眼瞎的话,看得出陈松峰现在是给你帮忙,你就算不领情,也别说话这么难听。 陈松峰赶紧抬头对刘霸乔使眼色,后者睁大眼睛瞪回去,连皇帝也有几个穷亲戚,怎么,有人例外啊? 好,就算某人例外,就能看不起人啊。 直来直去,这就是风雷员刘霸乔的本性本性。 陈松峰满脸苦涩,老管事低下头喝茶,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。 陈队愣了一下,微笑道,有道理。 这下子,闻到刘霸乔,有些不适。 陈队放下把手中集书放在桌上,打算出门透透气,薛管事当然要尽到地主之意,只不过被这位陈氏女子婉言拒绝。 陈队走出雅蜀偏厅,站在走廊里,往远处望去。 雅蜀大堂外有座占地不小的广场,有一座牌坊正对着大门,写着一个大大的古体字,山月的月,上秋下雨。 这并不罕见,每一座世俗王朝和邦国都暗虑,在辖境内赤丰五座山围五月,东南西北中,山门必然会有开国皇帝玉比钦蹄的两个字,那个榜书月字,也必然是以古体写旧。 后世文人骚客和修士仙师,对此解释千百种,至于真正的缘由,恐怕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。 陈队看到一大一小两个背影,坐在牌坊的白石台阶上,窃窃私语。 他犹豫了一下,缓缓行去。 为了落下一个偷听的嫌疑,陈队在走上两人身后台阶的时候,就故意轻轻咳嗽一声,不曾想两人一个说得起见,一个听得认真,仿佛对陈队的出现浑然不觉。 陈队对此也不以为意,他大大方方坐在台阶的最远处,虽然他闲散随意而坐,但是坐姿无形中散发出来的韵味,仍然给人一种端正感觉。 一大一小,用的是东宝平州的正统雅言官话,陈队听得懂,否则他也不会来到这座小镇,只不过说起来比较声色,所以与陈松峰刘罢乔一路行来,就很沉默寡言。 当然他不想说话的主要理由,还是觉得跟陈松峰刘罢乔说不到一块去,不愿意开口。 刘罢乔表面上玩事不公,但骨子里专注于剑道,看似有趣,其实乏味,陈松峰则一心重振家风, 看似质朴,其实多思,两位所谓的东宝平州顶尖俊雁,都跟他不是一路人,道不同不相为谋,就是如此。 少年瞥了眼约莫比自己大十岁的女子,印象实在一般。 陈队安安静静坐在那里,没有开口说话的迹象。 不过之前惊鸿一瞥,发现小女孩捧着一只光泽晶莹的翠绿葫芦,陈队眼光合起老辣,一看就知道不是俗物。 衣衫富贵的少年和雌娃娃式的精致小女孩,正是倪平向宋吉辛和正阳山陶子。 宋吉辛之前和宋长静去李宅未问,一眼看到小丫头就喜欢上了,因为她从小就喜欢精致华美的事物,粗犷质朴之物,则不入法眼。 陶子也对宋吉辛很有演员,两人莫名其妙就成了好朋友,关键是年龄悬殊,还能聊到一块去。 宋吉辛甚至都没觉得自己敷衍应酬,以至于她最后请求叔叔宋长静强行让李家放行,带着陶子来监造雅鼠这边玩耍。 宋吉辛不管李家人如丧考彼的凄惨模样,牵着小女孩的手离开了李宅大门,与此同时,让人捎画给小宅里的婢女智规,让她找出箱子里的翠绿葫芦,送给了陶子当见面礼。 小女孩跟宋吉辛亲密得很,撒娇问道,班柴哥哥,你刚说到了十二种牌坊里的学宫书院方,我来这里之前,听爷爷跟人聊天的时候说起,你们大离的那座山崖书院,如今混得很惨啊。 你知道他们山崖书院的牌坊上写了啥吗?因为宋吉辛名字里的后两个字,陶子给他取了个班柴哥哥的绰号,宋吉辛对此无所谓,此时不再关心那个外乡女子的去留,低头对小女孩笑道,不知道啊,我这辈子还没走出过小镇子,书读的也不多,跟你聊了这么久,肚子差不多已经掏空了。 小女孩叹了口气,不知道原爷爷在外边找人找得怎么样了?宋吉辛笑了笑,低头拍了拍紧跑下摆,那一刻,眼神复杂。 远处陈队突然揉声问道,小姑娘,你这只葫芦会不会在某些时候自己发出声响? 小女孩转过头,双手高高举起葫芦,笑眯起眼,炫耀道,是班柴哥哥送给我的哟。 达飞所问,陈队只得一笑置之。 宋吉辛随口说道,每逢雷雨天气,会嗡嗡作响。 陈队点头道,果然是仰剑湖。 宋吉辛有些疑惑。 郑阳山小女孩争先恐后道,我知道我知道,我们家就有三只仰剑葫芦,我爷爷有一只,灰不溜秋的,丑死了。 太白风的刘爷爷那只最可爱,小小的,巴掌大小,嗖嗖嗖,会飞出几十把小飞剑。 苏姐姐那只不大不小,紫金颜色,可惜苏姐姐平时不太愿意拿出来,我求了好多次才摸了摸,苏姐姐很快就藏起来了。 陈队解释道,小丫头,你可不好埋怨你家苏姐姐,紫金养剑湖,在养剑葫芦里十分稀少罕见,可以排入前三甲,估计整座东宝平周,也就他手上那么一只,而且紫金葫芦相比其他养剑湖,虽然养剑极优,但缺点是太脆,很容易被力气磕破。 桃子重新抱住翠绿葫芦,那我这只呢? 陈队笑了,也很珍贵就是了。 小女孩扯了扯宋吉欣的袖子,怯声声道,班柴哥哥,你要收回去吗? 宋吉欣揉了揉小女孩的脑袋,满是宠溺眼神,哈哈笑道,别说是这只小葫芦,就算我手上还有,也愿意一并送给你。 陈队想起一桩趣事,说道,相传历史上,天才地宝楼有一次举办拍卖,最后压轴之物正是一颗从未出现过的养剑葫芦藤,上边皆有六个小葫芦果子。 据说是道祖在成仙之前,亲自在咱们这座天下种下的幼苗,不知道过了几千年,才揭出那一串小葫芦,大小不一,颜色各异,十分神奇。 宋吉欣由衷感慨道,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 宋吉欣